草上妃一出现 秦朗就急着要辞去官职 看来他是贴了心 要给他大哥报仇 他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 刘勇怎么知道的 听说是那个达哈苏 前去调查的 这个秦朗啊 他想用这么个方法 逼着我罢免他 他又不肯出卖良心 那我就只能是舅婆下驴了呗 还是大人高明 不过这秦捕头 万一想出什么别的办法 逼大人就范 那怎么办 说句心里话呀 我是真喜欢秦朗身上 那股子硬气劲 所以我不愿意让他离开衙门 再说现在啊急需用人 他一走呢 我还真是有点抓虾 大人 您说的可是林青州的案子 不瞒你说 皇上已经传下话来了 半个月以礼 我要再交不出点东西 就只能一辈子 留在这东昌府了 这 大人 看来现在座山观虎 都是逗不成了 你这必须得主动出击啊 主动出击我也想啊 可是现在这情况 难哪 大人 您是不是已经有妙计了 妙计谈不上 就是个损招 是什么 再说吧 我还没做了 我还没做过 我还没做过 我还没做过